運房局長陳凡說 口路化加上小紫化 令到公屋平均住戶人數下降 但預計未來10年 可以興建的公營房屋單位 比長殺目標仍然少了近3萬個 政府要找更多土地 蘇曉音報導 公屋單位供應緊張 輪候時間升到5年半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說 社會結構變化 對公屋的需求及供應都有影響 人口路化再加上小紫化 令到公屋平均住戶人數 在過去10年一直下降 由2006年的3人 跌到2019年的2.7人 解釋了為何過去5年 一共有6萬6千個單位落成 但居民人數只上升了大約6萬 人均居住面積就增加了 由2007年的12.2平方米 上升至今年的13.4平方米 陳凡說平均住戶人數下降 政府要投入更多資源 增加供應房屋單位 他預計由2025至2026年起 每年平均可以有3萬5千個 供應房屋單位供應 去年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目標 未來10年政府目標 興建30萬1千個供應房屋單位 他說假設有足夠土地建屋 預計未來10年 可以興建27萬2千個單位 結果長策目標仍然少了2萬9千個 他說政府會繼續透過短 中長期的措施增加土地供應 有線電視記者蘇曉欣報導 一手採握有線新聞 現在可以所發展的 親自下人 我發展的電視記者 現在也沒有 還有人